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路线上不仅有极具灵蓝特色的美丽乡椅 流水 维屋 碉楼 古塔 农舍 而且还有在广东较为少见的色彩斑斓的秋景 翠绿张叶 金黄银细 艳丽红风 驱车在这样悠悠的乡野山林间慢慢的行驶着 一路街神曼妙美景 难怪许多走过S244赏道的旅路 常说他们有空还想再走几次S244 广东沿江高速 广深沿江高速 被广大网友封为广东最美高速 全长约八十九公里 坦坦荡荡 任你乘风奔驰 道路经广州 东莞 深圳三市 起点位于广州黄浦 纪高零七国道 其中的深圳段途经保安区沙井 浮永 西乡及新安街道办 终于南山区月亮湾大道 几乎全部建在海上 沿途景点 龙头山森林公园 南海神庙 丹水坑 风景旅游区 南港山公园 金沙寺 湖门大桥 微远澳台 沙井海上前缘 碧海湾公园 月亮湾公园 南澳大桥汕头南澳大桥 被称为广东最美跨海大桥 全长11.08公里 是连接广东南澳县和大陆的唯一路上通道 整座桥约有9341米的桥梁悬于南海之城 驾车骑上 咸咸的海风扑面而来 美丽的莱雾和南澳海景 尽收眼底 一种难得的享受 平如公路S249广东段的平如公路 是打破行车道路平庸风景的一段路程 起于乐昌市老平时 与国道107线交叉处 至于如园县城 与国道323线相连 连续的高山 南方特有的梯田式植物 道路旁的鸟鸟吹雷 以及村落旁的南水水库 都让行车并为一种享受 沿途景点 金基岭 九龙十八滩 龙龙潭生态旅游区 厚重森林公园 古地道梅岭湖的梅关古道 岭南第一围的满唐客家大本 丹峡山 梅大高速 被译为月中风景长廊的梅大高速 全场61.2公里 始于梅州市 梅江区三角镇 终于大部县三河镇 沿途可欣赏 烟阳着一部幻景的田园风光 山林情趣 也可以去中国历史文化龙镇 大部县三河镇 感受不服典雅的明清建筑 走在这风景长廊 如果是吃货 还可以到素有特家美食之都 中国小吃明县大部县 那有特色小吃200多重 青莲高速 青莲高速公路 G4WR 素有旅游金走廊的梅域 其位于越北地区 南起于清远市郊区的进口 为止于越乡交界处的凤头里 青莲高速沿线处处接近 为不胜手 车随路转 景随车翼 越北山水风光 遥 壮少数民族风情 桥却风光得到尽情展现 山 水 路 桥和谐相融 构成一幅圆生态的绿色画廊 罗阳高速 罗阳高速公路 直指云浮至阳江高速 公路的罗定至阳春短 七点位于罗定市华石镇 与云层和江罗高速公路相近 速路全长83.2公里 罗定境内的山脉与阳春春湾等地一样 都是喀斯特地貌 一路上高速两行山沿跌催 到田新华 风景如华 因此又有人称之为越西最美高速 沿线有很多美丽的风景点 如罗定的龙湾生态旅游区 南国第一栋府阳春市林萧衣言 本文部分图片源于网络 如有新权请联系删除